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大衣服廠 現在呢 是晚上的 不對 凌晨的一點半 我剛剛臨時呢 接獲到一個線報 欸 大家都知道嘛 我是一個TOMICA小汽車的收藏家 只要是限定的 我都會很有興趣 上一次呢 台灣的地區限定 黑松沙士的小發財車 那一台呢 我就非常懊悔 沒有拿到 因為那一次呢 我得知消息的時候呢 就去排金來不及了 就在剛剛啦 我接獲一個線報 黑松沙士70週年 有一個限量復刻冠禮盒 這個禮盒呢 官網是寫說 7月29號才開始在全台的SAVN販售 當然是殊不知呢 啊 好像7月25號的時候呢 SAVN就已經撲貨了 還有人買到了 所以這29號完全是一個假象 然後我剛剛說的線報呢 就是說 7月28號 也就是現在 他們會在晚上的時候呢 補貨上去 所以呢 我才會這個時候出任務 好不好 好啦 這一次的限量復刻禮盒呢 內容物三罐沙士 還有一個小車罐 那個小車罐呢 裡面就是裝黑松沙士的車子 接下來重點來了 這三萬個禮盒當中呢 有三台純黃金打造的 這台黃金小汽車呢 是9999黃金 一兩重 等於是一萬分之一的機率啦 我現在就是要去拚這個一萬分之一的機率 好不好 哇 一點半了耶 路上都沒車了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 就是那個黑松的那個禮盒現在還有嗎 黑松的禮盒在我們群組 我既是本打加一預購就可以了 哇 尷尬了 剛剛問店員喔 他說現在要加入那個分店的LINE的群組 去跟他們預購 各位 我現在要出大招了 好不好 直接在IG上寫說 有沒有大夜班的Seven觀眾 我直接衝過去找他 喔 真的不行啦 問了好多間店喔 他們都說要預購 預購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拿得到 還不一定拿得到 這樣真的不是辦法 直接限時動態Hockey 兩點了啦 一不做二不休了啦 我捨棄我的睡眠時間 我一定要給他搞得幾台喔 好啦 各位 我剛剛呢 動用了這個觀眾的力量喔 發現呢 問了幾個啦 都說沒有了齁 連東部的那邊的觀眾Seven都沒有了 好啦 各位 瞎忙了一整天喔 終於看到有人要賣了 好不好 雖然那個價格呢 已經快翻了兩倍 不過沒關係 先拿到才是重要 各位 啊 終於搞到了好不好 我只能說呢 我已經買的不是原價了 對於這次的活動 我非常多抱怨的話想要講 先把東西拿出來 來 首先呢 我先透露一下 這一盒呢 官方的售價是 239塊 那我買的時候呢 是4盒1500 432嘛 4728 4520 最近375塊一盒 還記得我前面講了嗎 官方呢 是寫 7月29號 全台Seven獨家販售 7月29號販售嘛 7月25號的時候就沒了 哈哈哈哈 厲害啦 厲害了 首先這是第一點 沒有在準時的時間呢 全台一起開跑 這導致於就是有一種 不公平啦 我只能這麼講 不公平 好 來 接下來第二點 全台灣的Seven大概五六千家吧 每一家呢 就是配兩盒 剩下的呢 你就要去跟總公司訂 導致於說呢 每一間交的量都不一樣 那這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有些人就會跟店家比較好嘛 對不對 欸 老闆 那個黑松沙士小汽車齁 你幫我叫個二十箱啦 啊 記得不要給別人喔 到時候我再來拿 這個活動呢 打從一開始 每家分店都有自己的玩法 跟店家比較好的熟客啦 親朋好友啦 打從一開始就已經把所有的額度 全部都吃掉了 那他們為什麼要買這麼多呢 肯定不是自己玩的嘛 肯定不是自己收藏的啦 肯定也不是自己想要喝這些沙士 就是要為了要賺我們這種人的錢 好不好 果然這個活動到最後就是變這樣 但是呢 為了開箱給你們看 適合一千五台在開櫃啦 好啦 先來稍微了解一下這次 七十週年黑松沙士的限量復刻禮盒 這次呢禮盒限量三萬個 黃金小車呢限量三台 一台呢 他們說是一兩黃金 我查一下黃金金價 一兩現在是70290 然後呢 它加上鑄造費用 所以這一個黃金小車的價值呢 就是74400台幣 非常吸引人 有沒有 黃金的小車欸 好 撇除黃金小車的部分呢 我們單就這一台 Tomica的黑松沙士小車 上市呢 台灣會場限定 我一到現場的時候呢 賣完了 當時就還蠻難過的啦 好不好 真的是超限定 這一次呢 居然復刻了 而且每一盒呢 裡面就有一台 百分之百油的 這時候我就想說 唉唷 哇 那這個限量小車 在網路上的價格 應該就壓下來齁 結果我上網一查 不得了了 價格呢 不疊反漲 哈哈哈哈 現在Tomica好像變成一個投資標的了齁 大家都忙起來收藏這種限量版的 其實內容物呢 就是三罐330ml的沙士 加上一台黑松沙士的小汽車 因為呢 裡面有裝了三罐沙士嘛 所以這個禮盒呢 小歸小 但是還蠻沉重的齁 蠻沉的 重點來了齁 這一個黃金小汽車兌換券呢 它是會放在那個 黑松沙士復刻罐裡面的齁 也就是說呢 那罐子本身 已經有一台Tomica了對不對 如果你有中獎的話呢 就會多額外得到一張紙 所以每一盒禮盒的重量差別 也就是那一張小小的紙而已齁 你根本呢 就是分別不出來的齁 那這次即開即得的方式呢 我個人是覺得還不錯的齁 因為以往只要像這種抽獎式的 你還在那邊輸入序號 等同一公開時間 那個我就覺得有點實際感覺 那這一次呢 我覺得可以讚賞的 就是說他這次直接把答案 就寫在裡面齁 你一看就知道有沒有中 但是也因為這樣子呢 我目前得到的線報就是 把三台的兩台已經被中走了 也就是說呢 現在全台灣只剩下一台黃金小車齁 就散落在剩下的禮盒裡面了 一個一個排隊來齁 內容物很清楚齁 三罐黑松莎士 再加一罐這個 好 罐子長這樣子齁 這一罐呢 就是裝有小汽車的那一罐齁 他是採易拉罐的 所以打開之後呢 這個罐子本身就是會被破壞掉 喔 好刺激喔 好 這種賭的那種心情 就是特別的澎湃 你知道嗎 很雀躍啦 來來來 不要廢話喔 來 3 2 1 開 沒有看到紙 好 像這樣一拉到 開了就沒了 空的 然後呢 裡面裝的就是這個 台灣黑松莎士的運輸車 當時呢 是會場限定的 好啦 好歹也是拿到一台會場限定的車啦 也不太虧吧 第二個 好 第三盒 都可以中就有鬼了 又多一台了 最後了 各位 最後了齁 最近那個大樂透沒中 我就已經有點 灰性喪失了 好不好 這個應該也要中一下吧 好 最後了齁 你覺得有送嗎 沒有啦 什麼黃金小車嘛 好啦 各位 結果如下 好不好 這是四台普通版的 那這個罐子 這罐子 這罐子有什麼用嗎 就是藍術的時候而已啦 所以呢 我的1500塊呢 就變成了沙士的形狀 好不好 1500塊可以買沙士 買很多箱齁 但是有拿到這四台 黑松莎士的小車 畢竟也是當初排隊排得要死 才拿到的耶 你這邊有很多沙士可以喝了 好啦 各位 這應該可以喝一陣子齁 那就來看一下 黑松莎士小車吧 喔 這種感覺還是挺棒的喔 我很喜歡那種日常的工作用車啦 或是一些路上看得到的車 這台的車型 不知道是哪一台 當作樣本 看一下 可以看到的是 ISUZU的ELF 然後呢 塗刷呢 就是台灣黑松莎士的 那種小貨車的造型 後門可開 來 就是這樣子 好不好 他其實賣的就是一個 塗刷的情懷啦 不然其實這一台的同意卡 應該蠻好買的喔 哇 我可以組一個車隊了耶 好極端喔 要不然就沒有 要不然就很多台 有沒有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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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呢 原本想要了解一下這台車的歷史喔 這台車呢 我先稍微簡單介紹一下喔 這台是50的ELF嗎 然後呢我想說這個車型的TOMICA一般的話 應該很好買吧 就一查不得了啦 真的是TOMICA慣用的伎倆耶 他這個貨車的外表喔 把外面的塗刷呢 曾經換過了 SEVEN的 宅急便的 還有冰淇淋的 等於是呢 他每換一個塗刷呢 就再出一個限量版 跳捏 跳喔 好了各位 一瞬間呢我就變成了 黑松煞車的大主動了好不好 黃金車呢沒抽到 沒關係 如果在路上我有遇到的話呢 我就幫他借來 借來開箱一下喔 不過應該很難啦 選他只有三台而已喔 還是你 好了 現在在看影片的這個觀眾 還是你有動 麻煩跟我聯絡一下好不好 借我開箱一下啦 今天 就到這邊了 如果什麼小道消息呢 像這樣子小道消息 趕快私訊我IG 還有FB粉絲專頁 我就收到 幫你們試測一下 好 那就到這邊了 See you